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月1號的聚財線上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是王仲林、王大哥 也是聚財網上的劍拔蠟 王大哥每兩週都會來到我們聚財線上 來跟我們分享一些總體經濟數據的一些他的看法 王大哥對於總經濟方面有特別的研究各種指標 我們今天等於是農曆年前最後一次王大哥來到我們聚財線上 我們下一次看到王大哥可能就已經到了3月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王大哥已經在我們聚財會出版一本新書 叫做不好意思我贏了 我想網友也希望自己贏了 所以要贏了可能要看一下這一本書 等一下我們再請王大哥跟我們介紹一下 簡單講一下書的內容 那它這個是掌握總經典時曾經投資法 我相信在聚財網上上過這個王大哥講座的朋友相當的多 那這些朋友我相信大家或者是說有更多人看過王大哥的這個在網上的文章 那大家一定很有興趣很希望能夠有一個整理好的一個經典的這個書 書籍然後來來來佐證一下來來來學習 所以這本書我相信非常精彩那到時候大家就可以看了 那另外呢王大哥呢在我們這個聚財網呢 我們在去年也出了一本基金片局一場夢 那這個有興趣的人一定要到書局去買 剛好過年這個期間 那我們今天一樣照例我們會送兩本 等一下有獎真達我們會送兩本這個去年出版的書 那我們節目最後才會公佈這個題目 那今天王大哥要來跟我們講的就是我們在錄影前 我們是在週五的時間錄影 在錄影前大概兩天左右呢 今天會有公佈這個景氣對策訊號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利用這個等於是政府機關 各種的總金來投資 這是我們一直強調這王大哥在要跟我們投資朋友講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看到這經濟指標要做什麼呢 包括我們之前看到M1B出來要做什麼事情 總總的王大哥都來跟我們說 然後我們記得之前王大哥跟我們講過說 資金大家可以去看前幾次 最好是每一集都看 前幾次的這個節目 他告訴我們資金大概會到什麼時候 然後就退潮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準 但王大哥其實他是講說我們不要做他有多準 大家自己看自己想 不要講說多準的事情 那自己去研究一下我們前幾次的節目 那今天呢王大哥就要來 就是跟我們說這個景氣對策訊號 跟這個投資的一些相關關聯性 那我們歡迎王大哥 謝謝志偉 各位投資網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的部分我們大概就有兩個小節吧 第一個小節是跟各位再說明一次 因為上我忘記是前面的哪一次我們在錄那個全球資金行情到底可以延伸多久 然後那個時候來講的話有引用了一張就是全球貨幣市場資金行情那個表 然後從那個表的一個歷史的一個軌跡跟我們一個簡單不需要跑模型的一個簡單的一個推估 我們大概就可以說如果是說這個歷史的軌跡是值得參考的 那這樣子的發展會讓我們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全球貨幣市場從貨幣這個區塊 大概串逃出來的這個行情就是一般所謂的熱錢的行情 應該是在1月中大概就會結束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那因為會先講這一段是最近大概這一兩個禮拜有很多的網友就寫mail 或者是說發悄悄話就講是說好像就是跟劍巴拉規劃的怎麼好像就一模一樣或是怎麼樣 那這邊來講我只是跟各位先做個說明就是我們包括現在或是包括以後 大家在看一些不管是總體經濟的指標也好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財經數據也好 我只是建議各位當大家在看無論是商周或是其他的媒體 你們會看到有一些圖或者是有一些表那些圖跟那些表 當然作者他一定會根據圖與表去做他個人主觀的一些引述 或者是他的一些結論劍巴拉從上次開始到接下來而後 雖然不是說每一次都一定會講某一個經濟指標怎麼樣 但是我會把一些就是當各位平常都看得到的一些圖跟表 但是解讀的方式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那我會把這樣子的方式可以分享給大家 讓各位知道是說同樣的一張圖表 當大家看到的是全球到12月的時候貨幣市場 還有超過4.6兆美金的資金行情的時候 當大家看到的是這個東西 絕大多數人是往這個方向去看的時候 分析也是寫說全部都會串逃出來買股票的那種邏輯去寫 那為什麼為什麼劍巴拉的看法會不一樣 並不是因為很單純劍巴拉是反骨或是特立獨行 而是劍巴拉會非常習慣 我也希望各位耳後也會非常習慣去先看他的這一段的歷史 從這個歷史再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推論說 4.6兆美金的資金行情是不是真的會全部從貨幣市場出來 那如果不是那他會出來多少 那他會出來多少的那個比例 基本上如果要用主觀的假設 我們兩個的假設當然會不一樣 那劍巴拉的習慣也建議各位耳後的習慣就是 你參照歷史上的一個走勢來去做一個研判 做一個簡單的研判就可以 然後研判的方法不管在聚財線上的錄影 還有在POIN裡面都已經也分享給各位 那各位把檔案下載下來也好 或是說再把那個聚財線上那一段你拿出來 再去做一個思考一下 你大概就會知道是說你怎麼去評估這些事情 所以說你評估過後來講或許你的答案 跟提供這個圖表的作者一樣 那當然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你已經做過這樣子的一個歸納跟整理 那如果結論是不一樣 他至少開發你另外一段的思維 那你思維之後 不管說誰的想法是怎麼樣 最後市場一定會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 到底是4.6兆美元的貨幣市場的資金 會全部都串流到包含台股在內的新興市場 以及全球的成熟市場 會讓台股變成26000點 還是就是所謂的資金行情按照以往的歷史的軌跡 它在一定的狀況 它會做一個暫停的一個腳步 那這個暫停的腳步就形同 白化文所謂的資金行情暫時的結束 那就代表說整個全球股市的一個熱絡度 會在資金行情結束之後 一切就回歸叫做基本面 那前面的那一段的泡沫就會隨著市場上認同的基本面的價格 去做一個調整 那這個時候來講你就會有新的一個看法 所以更簡單的一個結論就是 請各位不要很單純的認為說 這個這個人或者是說這一份報導 他講的有多準 然後你就認同了他的一些什麼東西 不管今天劍巴拉跟各位分享到什麼樣子的一個模型也好 或者是一些計算的方式也好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各位開始養成習慣 你看到圖跟表 你會習慣自己去做一個了解 你不是只單純看結論 看結論是因為你可能長久以來的習慣是習慣我看結論就好 但是為了賺為了投資獲利 為了不要跟你的錢過不去 我會開始做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不管是講座或者是PO文或者是錄音 甚至是以後的出出 我們的希望都是說請各位習慣 對於很多的投資訊息 或者是投資的知識方法原則 你有進一步的個人的想法 你才能夠歸納出屬於個人投資獲利的方式 這是第一個部分 可能要先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當然第二個部分就是要跟各位直接再報告就是